大家好 這集完全就是吳宗憲專題 我的爸媽比小孩還小孩 怎麼講都講不聽 專訪你就好了 這是什麼話這是 你就是幼稚鬼啊 我告訴你喔 這小時候 年紀還輕的時候 爸爸媽媽給你們一些 對不對 要做功課 要讀書 要盯一下啦 管一下 我不要那裡彈琴 後來才知道長大了以後 這都是你一生的好舞藝 對不對 沒有耶 我鋼琴幾乎都忘光了 長題 小提琴也還給老師 但是…我們給他看武俠小說 對不對 金庸 看完這些沒想到武俠小說也看了 喜歡讀書 喜歡看書 雖然文筆也還不錯 日後還拿到年度最佳 作家排行第一名 謝謝大家 恭喜 所以就再也不敢出第二本了 是… 很怕成績遺落千壯 不會 那有什麼關係 來 第一組人馬 各位他們心裡面有話想說 劉宇大家一起來公平 你們覺得怎麼樣 我們有一件都可以講出來 沒錯啊 好不好 如果不OK就懲罰嗎 這位是小學的校長是不是 不是啊 喂 死蓋長大了啦 死蓋長這麼大 你是充氣娃娃 嚇死人了 你現在幾歲 今年14還沒滿 你才14 是 他真的滿成熟的 大家是因為知道他是死蓋 所以才曉得他還沒滿 如果今天沒有知道他是死蓋的話 其實都以為他已經要大學了 真的 我看他去全家買東西的時候 全家的店員都 蓋董 你好… 大小子蓋就蓋… 你怎麼大大這麼大啊 對啊 大二了 大二了 好壞喔 你好 我媽媽那個年輕時候的美麗 為什麼是年輕的時候 乖乖聊天 因為你已經美過頭了 交給他漂亮就好了 對啦 留給小朋友嘛 來 我們昌寧哥 跟KenKen兩個一起來 來… 請上台 來…爸爸來… 來…KenKen… 今天就讓KenKen 這個 無所不談 好不好 有什麼心中的這個話講出來 來 我們幫你做出 好…請說… 來 第一點我要講的就是 爸爸的心裡的OS永遠藏不住 然後喜歡在公眾場合的時候 白目的發言 好討厭 這很尷尬 這個很尷尬對不對 然後要生為小孩 對啊 他一向都入手 我們知道 就是我覺得有一次我們去 可能去 我陪他去修車場 然後他就是要保養車子嘛 檢查完 車當天牽回來 然後結果他隔天一兩天開… 想說怎麼又怪怪的感覺 然後是零件不知道是送來什麼 沒修好 沒修好還什麼 然後我們就得跑 又再跑一趟嘛 然後在車上 沿路過程中 我坐在他旁邊 他就是 所以開… 到底是怎樣 這個專不專業啊 有沒有毛病啊 電我來開好了 你知道 就是一直在幹給別人 可是在車上還好啊 對 在車上還好 可是我們一到那邊的時候 一下車 我們到 然後老闆也坐來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是這樣 他把話原封不動 然後再講這個老闆 等不他要罵老闆的話 車上猜過了 對 他要猜過 他會忘記喔 他講錯 猜過 雖然是有感而發語 什麼猜啊 雖然他是那種笑笑的講 沒有…語心沒有罵下去 可是他就是講話 就是你知道沒有包裝過 很赤裸 然後他旁邊多尷尬 我想說人家老闆 好歹也是比你還要專業 爸爸這嘴巴一打開 你從上面一看 看得到地上的瓷磚 一根腸子通道 他是瓷磚是不是啊 一根腸子通道 對啊 沒有 我是覺得 就是還有一個例子就是說 我們有一次我們去看 我們去看藝術品 我們去看畫什麼之類的 然後我們這樣看一看… 就大家都是那種很有氣質 在那邊這樣欣賞… 然後旁邊還有那種很專業的人員 都幫你講一些 爸爸在嗑瓜子 不… 這樣就對 比這個更誇張 他在那邊的時候 然後他講一講… 他沒有在聽故事喔 他只在乎說 這個多少錢 兩百萬 兩百萬 OK 好 然後下一個之後 這個要五百萬 然後最後 他說 我在旁邊 我好想跳下去喔 爸爸愛護你 爸爸認為我兒子的話 在心目當中超越五百萬 不是 超越… 他不畫畫 不畫畫 不是啦 因為你在修車場這個事情 因為我在邊開車的時候 我真的心裡面會有歐一什麼 我說前兩天保養完了 怎麼可能會出問題 不正常 不正常 我懷疑會不會是保養廠 故意給我什麼哪裡弄鬆 還是哪裡怎麼樣 但是我到現場 我當然不是那麼不客氣的反應 沒有懷疑這樣嗎 對啊 我當然說不是 老闆你們這個 才保養完你是很想我這樣 馬上就叫我再回來了 我是這樣子開脫很好 微微小開玩笑 對不對 我是這樣子 但是後面我還是忍不住 我說不是 你是不是… 你是不是沒有弄好 你這樣不能啊 我們賺錢很辛苦 你們這樣子要多賺我的錢 也不好啦 你車上嗆的好像要打人一樣 對… 對… 車上嗆的 那個感覺是嗆給兒子聽說 你爸真是有肩膀 有肩膀 不是 他這樣講完之後 下車之後他之後還說 這個錢我不付喔 你弟姐怎麼 就離開喔 沒有 他本來就不付啊 對不對 要收到好啊 要我也會跟他講說 你昨天才給我修 那我都來保養 錢都花了 給我修到好… C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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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早說下次我就接你 我們去保養 CAN 你爸爸不付這個錢就算了 他還不負責任耶 對 有啦 小孩都養這麼大了 有啦…盡量啦 多多少少 對啊 我們去看畫是這樣子 因為那個畫真的因為 你至少憲哥 像你見多識廣 是… 很多的畫家 可能因為我們接觸的少 但是我們真的很認真在看那個畫 就一個畫要這麼貴 我看不懂 因為一張白紙上面 譬如說像上次就一根香蕉 那麼貴 對不對 覺得我看不懂 對啦 現代藝術 然後有的是就兩撇 100萬 這一撇要50萬 然後我就不懂嘛 對不對 然後幾個布袋布貼一貼 200萬 對 我就會不小心就脫口而出 然後再過兩步我說這一尊 這一尊什麼雕塑品 我覺得感覺好像滿可愛的 這一尊多少錢 510萬 然後不小心又喊出來 對…我是真情流露 OK… 沒有心機 對 我覺得這個 這個就是 你是我爸的兒子吧 怎麼會講格局話 有道理… 對啊 不是 重點是你要了解 他故事後面的含義 故事有什麼含義 對 你要去了解他怎麼來的 或是他的那個意見是什麼 對 他可能想要強調是這個 社會現實面 這裡去幹嘛咧 之類的 不是 我跟你講 那個門票也沒有太便宜 我只是想說 我應該要要培養自己的文化氣息 藝術氣息對不對 要到這個年紀了 結果票買進去 我從頭到尾都看不懂 不是 你確定票是你買的吧 該不會是人家送你 就不去可惜吧 沒有…我真的買的 對 但通常兒子就會覺得說 不要說出來 不要說出來 對 我們不懂沒關係 然後我們就安安靜靜的不懂 還可以啦 因為你講出來好像淺的 你都不懂 很丟臉啊 對 看一看這個年紀最怕尷尬 真的嗎 真的… 如果說你是買了門票 自然我們是有付出的嘛 對 你走的時候 把你過去的民間專長 對不對 拿出來 話那麼多 投個一兩幅誰會知道 有沒有道理 你還拉 你還點頭 叔叔是不是會 很會教 叔叔真的是亂操耶 除了這個就算了 我覺得 好 來 下一個… 你輸了 你加油 對 他的吃飯習慣非常的差 我們去餐廳 就是我們可能這樣要點餐 正常來講一般就是拿菜單 然後就是我點什麼… 好 我們就回去做了 可是他不是 他是那種到餐廳 然後一座…看到那邊有食物 他先跑過去看一下這樣 然後看一下 你吃這個啊 這個普通 有客人 你去問人 對 他去問人 然後他看完就那個 不認識的嗎 不認識的… 然後他看完這個 然後還給別人評論說 普通 我不要點 然後就再過來看這個 這個…好 很丟臉 好丟臉 你看一下可以 可是就遠距離觀看 對 還有遠觀 給別人壓迫感 然後別人臉上已經寫那種 就是可不可以走開那種 他還繼續問 然後問說這個蝦子是 有剝殼 沒剝殼 他說那…算了 沒剝殼我不要 還硬要人家吃一口說怎麼樣 好吃嗎… 對 要先問別人 口感呢 對 我真的會問耶 然後要結帳的時候 然後再把店員這樣拉… 拉過來之後 我就知道這個 這個肉幫我撒均勻一點 還會叫別人客製化 這是滿凡人的 奇怪不好嗎 你們各位 不太好 這個帶不出門啊 這個… 我就沒有辦法幫你講話了 是嗎 對啊 我們在52台被撤照 我們在YT被限流被黃標 我們在臉書被檢舉 被降觸擊 這些我們都遭遇過 但我們不放棄 讓真相被聽見被看見 我們現在有自己的中天新聞網APP 這裡永遠不斷線 請你趕快下載中天新聞網APP 這個APP好貼心 中天的新聞直播和節目 全部都在裡面一次滿足 今天到這邊 我們坐在一起 我們坐在後面 西班牙武雞